当全世界都在给俄罗斯男看诗 只有你们中国的兄弟姐妹没抛弃我们 五官精致 一头金发仿佛洋娃娃 这名说着流利中文的少女真有奇人 但她不会说普通话 更不是俄国人 而是来自乌克兰的21岁YouTuber 今天是我在中国过的第一个生日 可惜到现在也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 去年11月 她在YouTube推出个人频道后 发现大陆社群平台小红书 竟出现另一个数位分身 她的数位分身叫Natasha 角色设定是一名俄罗斯女性 常说中国很伟大 很想嫁给中国人 期盼去中国成家立业 度过余生 经过追查 合成这些影像的公司 利用她的脸制作超过5000只短影音销售产品 获利超过数万美元 而且大陆账号粉丝多达数十万人 甚至超过本尊 其实这里面的AIGC唯一的一个技术 最多就是纯形 所以当你普通人其实如果对纯形 那现在纯形技术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普通人感觉不出来的 外媒路透社前进上海一家 AI技术公司追踪制作流程 原来制作一个2D数位人 只需30分钟的谈话影片 调整一下嘴型等细节 就能做得超逼真 身位技术遭到滥用 不止中国大陆 世界各国网络 同样假讯息满天飞 对政府法规监管 形成巨大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CBS新闻网页